為了改善行人地獄的問題 內政部7月推出全民參與街道改善平台 讓民眾可以直接參與提案 而第一次民眾提案的結果已在7月底結束 提案結果民眾選出全台8個路段優先實施改善 包括雙北的部分有大安區安居街淡水區雪府路 以及宜蘭縣羅東鎮文林路 接著桃園市楊梅區中心路 還有新竹縣竹東鎮東鎮路二段 新竹市香山區大莊路 中南部的地區有台中市南屯區向上路一段 以及嘉義市東區藍井街等8處 內政部後續將由國土管理署在9月底前 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執行 屆時也邀請提案的民眾進行討論 內政部也強調除了8處優先改善的路段以外 其他有達50票以上投票數的提案路段 國土管理署將會喊請地方政府 評估可行性再進一步申請經費補助 盼藉此機會有效改善街道環境